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段视频又是一节时事跟踪 我想跟大家跟踪几宗重要的新闻 不过进入正式议题前 提提大家,请你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好了,言归正传 昨天我出片讲中共在越南 241公里之外的中建岛建机场 而中建岛是一个中国与越南都有主权争议的地方 那个岛距离越南是241公里 但距离中国大陆是2337公里 如果日后中共在那里建了机场 对越南肯定是一种威胁 但目前中越之间的军事实力 可以说是强弱懸殊 所以越南暂时没有办法 只是能够口头上抗议 而同时美日韩三个国家在大卫营开高峰会 会后美日韩发表共同声明 谴责中共在南海作出危险和巨侵略性的行为 话还没完 最新消息 拜登计划9月中访问越南 预计到时将会和越南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这单消息路透社和美国新闻网Political都有报道 可以说 美国和越南的军事合作又跨进一大步 之前我说越南看着菲律宾被中共欺负 声音都不出 始终有一天中共会欺欺越南 话口未完 越南成为最新被中共欺凌的国家 马上传出 越南非常希望和美国建立军事合作关系 而拜登马上作出回应 我之前也说越南以为可以一脚踏两船 一方面吸收中共手中逃亡出去的外资 另一方面又希望不要得罪中共 希望可以专心发展经济 不用跟中国那里争吵 但现在这个世界 有当今最伟大的皇帝习近平 哪里到你这些中共的邻国 说和平就和平 和平不是你们说事的 是习近平决定的 习近平现在要民族伟大复兴 他就是要亚洲这些小国 臣服于他 你越南以为可以两边讨好 哎,come on 别这么天真 Political有报道 拜登访问越南 也会推动越南在半导体 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 可以说拜登是想用高科技作为利友 吸引越南真心一点 加入美日韩的小不弱 而看回美国媒体的反应 似乎美国选民都很满意 拜登的美日韩大卫营高峰会 现在拜登乘性追击 马上公布又可能吸纳越南战略伙伴 相信又可以令到他外交的成绩表又加一分 我再和大家跟进一下美日韩峰会 其实这次高峰会有几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不过昨天我出片集中说习近平如何聊交打 所以没有详细和大家分析 以下我会就着美日韩高峰会 详细和大家分析 这次美日韩大卫营会议 也提出要将三个国家的合作制度化 尹锡月说8月18日是历史性的一日 因为这一日美日韩建立起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承诺 什么意思呢? 即是日后如果美日韩更换总统和首相 今天在大卫营的协议仍然是有效的 而不会一旦换了执政党或者换了元首 大卫营协议便会烟烧云散 OK,如果说到这样 即是跟北约这类军事联盟差不多了 所以我也说 这个美日韩合作 根本已经是一个无用北约招牌的亚洲版小北约 另外,中共一直以来看穿西方世界 他们有民主选举,有政党轮替 所以一旦中共与哪个国家不妥 它就会渗透那个所谓的敌国的选举 暗中支持那个国家的反对党 希望用那个国家的反对党 帮中共打倒它的敌人 这一招就是利用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 去打击不听中共话的西方领袖 而这个例子有时挺成功的 最成功的例子是利用澳洲工党 成功的打倒了莫里森 而莫里森是中共的眼中钉 澳洲现在就马上和中共重修就好了 中共也懂得做 就和澳洲买回煤炭和抗产 虽然现在澳洲工党 当然没有当年那麽乃共 就没有像当年那麽暗炭 但基本上中澳关系 现在确是大大改善 好见中共利用民主选举 政党轮替去攻击他们的敌人 有时挺成功的 但如果现在美日韩的大卫营精神 成功落实的话 这样中共以后就没有那麽容易使出这招了 因为日后如果美日韩的领袖 再不是拜登 或者不是尹锡悦 或者不是岸田文雄 今天大卫营的协议仍然继续运行 中共就算出什麽阴招 堆垃某一个执政党 或者堆垃某一个领袖也好 也没用 因为到时仍然没有可能改变大局 反而分分钟就像加拿大那样 发现中共介入他们的民主选举 于是大举反击 到时反而令中共在西方世界的国民眼中 更加黑人真 OK 那怎样做到美日韩大卫营协议制度化呢? 当然就要加强这三个国家 军事和技术上的合作 简单说 是令美日韩经济上更互相依赖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样无论谁做总统或谁做首相 都不能突然之间变成亲共 就算中共给多少钱某一个人 给多少钱某一个政党 都没用 因为要脱离联盟制度 代价到时会太大 技术上也可能太难了 而军事上,今次美日韩的协议 是说明会共享国防方面的信息 以及美日两个国家 将会联合开发 用于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GPI拦截系统 而这一项GPI拦截系统 美国已经正在研发之中 现在侵入日本一起玩 可以说美日韩 斩鸡头烧王子的兄弟关系 再进一步确立 而且大家的目标 是将联盟的关系制度化 于是可以大大减低 中共搞分化、搞渗透的机会 大家看看 美日韩都是当今科技的大国 而这三个国家联合一起 科技研发的实力可想而知 凭中共这些什么自主研发 再给你加上所谓间谍力量 恐怕拍马都追不上这三个国家 还有加上高端晶片的禁运 时间长一点 中共科技力量必然大大落后 来到这里 拜登整个布局已经十分清楚了 首先美日韩三国建立亚洲版小不弱 最强的军事及经济联盟 然后一起发展高科技 建立亚洲版小不弱的示范单位 然后美日印澳、英美加澳 这两个合作框架 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看好再加入 现在令这帮盟友最大的戒心是澳洲 至于之前经常说五眼联盟 大家有没有留意 近期几乎没什么人说的 原因是澳洲纽西兰表现令人失望 澳洲还有可能改邪归正 纽西兰真是说都浪费了 当然表现不合格的还有菲律宾 不过菲律宾估计会很快被迫睡醒 因为在地理上 菲律宾对牵制中共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如果顺利的话 9月拜登就访问越南 之后越南也很有可能加入阵营 余下的就是东盟国家 泰国、缅甸、柬埔寨之类 这些是中共兄弟 美国现在都免费时间理他们 其他相对中立、偏向亲共的国家 例如印尼、新加坡 暂时不理 这就是亚洲版小不弱的格局 而科技研发方面 以美、日、韩三国领头 美国会一步一步吹谷 供应链转移到越南、印度和菲律宾 让他们可以取代中国 令这些国家可以快些经济上得以发展 某程度上都是用利友吸引这些国家 而另外半导体的供应链就会尽可能平均分布 不可以只依赖了台湾 所以台积电计划去印度设厂 虽然当中遇到很大的困难 但似乎都不可以缩沙 另外越南也可能慢慢向高科技方向发展 不过当然越南在高科技上的发展 可能没有印度那边那么快也不定 这就是军事之外经济的布局 当然这个世界说就容易 做起来当然难题会有很多 但起码现在发展的路线图就清楚放在这里 而我对这个亚洲的小不弱最大信心是 有习近平这个这么伟大的不换坚皇帝 可以说习近平每出一招 都是在帮拜登建立亚洲小不弱 刚刚最新消息 中共就说警告赖清德 不让赖清德以美谋独 宣布会在台海军演 好 军演的范围不就是那些 总之就说到有那么厉害得那么厉害 所以这里我不详细说了 而今次的军演比较特别 中共特别强调部分战机将会挂在实弹 即是那些军演的战机突然飞入台湾发射导弹 攻击台湾总统府 技术上都是可以的 即是今次对台湾的恐吓又进一步 又加强了 那台湾方面有什么反应呢? 台湾政府当然批评中共企图制造恐惧 介入选举 民进党赖清德当然马上掌握这个机会 马上去做竞选宣传 赖清德竞选团队马上回应 说台湾的大选应该取决于台湾人民 而不是取决于恶霸邻居中国 一句说完就是充分利用习近平 送给民进党这张恐惧牌 这张军演牌 另外民进党又批评中共用ECFA 两岸经济合作协议去粗暴干预台湾选举 可以说民进党一早预认中共会出这些招式 去帮他们拉票的 而每一次中共一定听听话话的 一定中招的 这些是中共本能反应来的 中共就是忍不住的 忍都忍不住的 明知蠢一定都会做 现在的局势是中共一直怕会出现的 亚洲小不弱 现在出现了一个示范单位了 虽然这个示范单位内部装修还没搞定 但以目前的走势 亚洲版小不弱 正式面世是迟早的事 分别只是规模有多大 习近平之前用尽所有愚蠢的方法 以为用威胁加上中共所谓14亿市场 可以吓到日本韩国 不要站过美国那边 甚至上个月王毅还说想约日本韩国 展开中日韩领袖高层会议 但终于约不成 而8月18日反而美日韩出了大卫营协议 那中共现在会怎样做呢? 非常容易预测的 中共一定是更加法恶 摆出一副我不怕你们的姿态 总之习近平一定业问上身 这个习问不是业问 是习问 一个打十个 而接着就是我昨天出片说 继续聊交打 四围乱吠 企图吓其他国家 于是这些行为 又进一步令美日韩和其他亚洲国家 由概念上的合作 变成更加具体 更加实质的军事合作 如果我们看真一点 建立亚洲小不弱 真正的最大功臣 原来是习近平 可以说689梁振英是港独之父 习近平是亚洲小不弱之父 而当亚洲小不弱越来越承认 习近平和中共的安全感 当然就越来越低了 进一步降低 亡国感就涌出来了 那怎样? 进一步在中国国内镇压异己 疯狂地搞反间谍 不惜加速赶走外资 而中共的经济情况越来越恶劣 一定有不少人认为责任存在外国势力 责任一定在美帝、英帝、日帝、韩帝 于是一定有不少人出现很高涨的仇爱情绪 漸漸这些人会倾向支持习近平 结果又令习近平觉得他做得对 为什么?人民支持他 就是这样不断恶性循环之下 终于搞出一次人类的大灾难 其实我常常反复地想 始终我看不到中共有什么赢的机会 我只是在想 全球善良的人 会为这个无知的皇帝付出多大的代价 来到这里也就是这句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面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另外我们也有Patreon Patreon的连结也在这条片下面 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Patreon 拜拜!